各位同好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讲开始学习教材的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 先我们从考勤分析来了解 本章各节的重点 以及考试的分子情况 本章一共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大家注意有三个点 第一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主要目的 有两个 其他目的有六个 这里有八个目的要展开的 第二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 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三最难的是哪一个呢 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这个考点是最难 待一会大家会给大家 待一会老师会给你展开 第二节的内容 其实是讨论一个什么呢 审计工作底稿 你诉说在设计底稿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 它的格式内容要素 要考虑哪些因素 话说回来 它有八大要素 其中有这个内容当中 有一个识别特征 它这是一个重点 第三节的内容 应该是最权威最原则的 它是什么呢 审计工作底稿有归档的要求 那么归档期间 底稿是可以变动的 归档后呢 底稿也可以变动 但是有严格的条件 底稿归档期后 归档期后 那么就要保存 它的保存期限和归档期限呢 这两个都是期限啊 要注意区分 好 本章呢 有可能考简答题 比如说在2022年就考了简答题 它不是每年考简答 它就是说隔几年考一次 但是单选多选题肯定是有的 好 这是本章的考勤的情况 那么我们回顾过去五年 本章三节的内容考了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轻衣里面也有这个考点地图啊 来看第一节 主要考了两个问题 编制的目的 刚才老师讲了 有两个主要目的 六个其他目的 考选这题 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主义 这个考点是本章最抽象的 最难的 请注意啊 考简答题要设计它 第二节的内容呢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 就是从审计工作底稿 这个准则的角度来讨论 不同的事务所 同一家事务所 在审计的不同环节 你的底稿是不同的 那么你在设计这个底稿的时候 抽象的来说 你的格式要素和内容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其实是七个因素 这七个因素呢 是审计准则的原文 所以我们说 这个知识点既庞大又抽象 我们在2023年包括 我们也要锁定它 要实际净备 这个考点说白了 对 第三呢 就是底稿的要素 有八个要素 那我们在2022年就考到了 这个其中的识别特征 好 第三节的内容 大家看有四个点 四个点当中 大家观察一下 每一个点 好 有可能在简单题设计的 它有三四个内容 第一个归档期 归档期限 归档期限做什么 归档后底稿能不能变动 底稿保存期限的要求 这么一个考点考到了的 大家 特别是零基础的同学 你就 你就什么呢 反复的阅读 你知道这个 这个地方要命题 那个要考 你就要告诉自己 OK 那么从教材变化的情况 大家注意呢 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 删除了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重复的 重复的话 就是关于非子制底稿 非子制底稿 那叫什么底稿呢 叫垫子和其他介质的底稿 有要求去转换成子制 那么转换以后和子制底稿 和原子制底稿 你不是转换了吗 转换了 跟它一并保存 那么这个非子制底稿 就是垫子和其他介质的底稿 单独保存 这个第一节呢 有重复的话 但是老师在这里特别提醒你 只是删除了重复的话 但是我的底稿呢 我们有两种 第一种是子制的 第二种是非子制的 转换要求 保存要求没变 不能说把这个内容删除了 没删除 是删除什么呢 重复的内容 就是教材的一个完善的意思 这个知识点并没有删除 注意区分 下面呢 老师带着你来看本章三节的内容 各节的考点 比如说第一节 审计工作底稿的概述 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这个底稿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本节的第一个考点 就是审计工作底稿是什么概念 先来看审计工作底稿 它的定义 在审计准则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教材里是怎么说的 请看 是注册管理是对 对是自定的计划 请注意阅读一下 自定的计划 那证明计划就是底稿 当然 你自定的计划呢 你就要实施程序 实施的程序 那实施什么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 控制测试实质型程序 都是程序 那所有记录程序的就是底稿 是的 那么你自定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底稿 你准备一句设计 怎么做程序 这个程序的设计也是底稿 你实施程序得到的证据也是底稿 注意理解啊 它可以考你啊 它可以考你 你可以考晕的 对吧 对 有的有不晕 看吧 好 那么你证据是干嘛的 形成结论的 你的结论也是底稿 什么结论呢 你行 你得出审计的结论 那你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什么结论啊 我们审计在干什么呀 我们审计是在看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这就是我审计要得出的结论 你得出的结论 是否不存在呢 你第一个可能是说 我审计假公司2022年的财报 那我审计以后得出的结论 他不存在重大错报 这是一种结论 还有一种结论呢 存在 存在重大错报 可能是重大 不广泛 可能是重大广泛 这也是一个结论吧 好 第三呢 存在重大错报 你没有拿到证据 你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重大不广泛 重大前广泛的限制 那里面是有重大错报的 你未收集到证据 审计范围收到限制了 你的结论就是三种 所以这个审计结论 四个字是如此的简单 好像 那我们在 第六章 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 穿透到十九章 我们不能停留在第六章 因为停留在这里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老师要带着你 给你带着你 我们要跳到十九章 那么我审计底稿 是对审计过程的记录 这个过程当中的第四个点 就是审计结论 那审计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 我们第一种可能不存在 第二种可能存在 在存在中大错报当中 住的快递是可能得到了 充分时当的证据 可能没有 因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了 所以你看审计工作地稿 这个定义看起来是一句话 但是他的信息量太大了 好 老师呢 对这个定义给你总结 审计工作地稿 是对审计过程的记录 好 过程的记录 那审计的过程 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请注意 审计的过程 第一呢 要制定计划 也是叫设计程序 审计计划 当然审计计划呢 这个内容要 非要说清楚 就要回到我们教材的第二章 第二节 审计计划是一个过程 然后呢 审计计划内容包括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审计划 好 计划 审计计划 你现在学的第六章了 你要温顾前面的 好程序 那你觉得这个程序又是什么呢 这个程序老师在第三章第二节给大家讲了 我审计过程的程序 包括风险评估程序 控制测试程序 也是一种程序 实质性程序 对 那你在谈程序 你要设计 你要执行 又包括风险评估的 控制测试的 实质性程序的 你这个记录都是 抵考 都要记在抵考中 对 当然呢 你实施了程序 你当然就是得到了证据 对吧 这个证据呢 就是跟你的程序是相关的 你做什么程序 当然你得什么证据 你种瓜就得瓜 你种豆就得豆呗 对 那我们这个证据最终有要求的 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要充分适当 所以在教材的第三章第一节就讲了 我的证据有充分是数量 适当是质量 包括相关和可靠 可靠有来源和性质 总之呢 我要获取既充分又适当 才能够形成结论 结论在哪里 结论其实就要到18章和19章 对吧 所以表面上是一句话 我们在这里非要把它打开 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尽量给自己一个回答 好 那么审计工作地稿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字 它是过程的记录 它记得是什么东西呢 它最核心的就是证据 审计工作地稿 你里面记的是什么 两个字证据 知道吗 因为你审计过程的记录 最终要形成结论 形成结论 要依据什么 审计证据 好 自己给自己讲清楚 自己给自己讲明白 那你就 透过现象看本字 换一个角度 审计工作地稿是什么 审计证据的载体 你说我审计凭证据说话 我证据在哪 在底稿里头 待会我们就要来说了 这个证据的载体是底稿 那底稿有什么作用呢 或者你编这个底稿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词 你审计底稿是证据的载体 我要这个证据干什么 请注意 要这个证据 第一个是审计过程的记录 第二个 我的底稿同时是证明 我没有过失的这个证据 审计底稿是审计证据的载体 把审计证据归类 来反映这个过程叫底稿 里面的核心内容叫证据 你不能说 你们事务所的证据在哪里 证据就在底稿里头 懂了吗 对 有点像什么呢 你这个交易的事项 我们说在哪里 在会计评证里头 对吧 那你这个证据在哪里 在底稿里头 底稿就是证据的载体 是这样的 好 底稿是审计证据的载体 就是说 底稿就相当于是记录的过程 那你透过这个过程 你找到承接业务的时候 你的证据 计划的时候 控制测证实质型程序 评价结果 证据的载体 这就是大家要认同它 主流媒体怎么认同 主流是怎么认同的 对 而且呢 这个是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形成的记录 和获取的资料 因为它是证据的载体 那个就要想到第三章第一节 那审计证据呢 有两类 是不是 一类是什么 会计 含有快据记录信息的 一个是快据记录信息之外的 快据记录信息之外的 有三种 第一种 注册会计是去获取的 快据记录之外的信息 第二呢 是做程序得到的 第三呢 是我推断出来的 所以 它就是说 这个记录和获取的资料 比如说 我要获取 被审计单位的 这个明细分类账 明细表 它不是我们右手编的 是被审计单位编的 我就获取的 不是我 这个资料不是我去填写的 不是我形成的 有的呢 是我就做程序得到的 比如说 我做风险评估程序 我了解 我观察 我记下来的 这是我做程序得到的 有的呢 是我去获取的 有的是被审计单位内部的 有的是行业的 比如说监管 处罚你的 外部的 好 看起来简单 但是它信用量是很大的 好 审计工作地稿是过程的记录 它形成于过程 反映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老师刚才给大家讲了 四个点 第一计划 第二程序 第三证据 第四结论 那我们对审计工作地稿 有一个认识了 知道它是一个过程的记录了 那我们就想想 你这个过程的记录干什么呢 怎么记录呢 所以我们就要探讨它的作用 审计工作地稿 编织的目的和底稿的作用 先看作用 第一个作用 就是记录 记录什么 记录你形成结论呢 你从业务承接 到计划 到程序 再评价证据 在你形成结论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谱 是我最终出审计报告的基础 好来了 请注意啊 这也是观点 是提供到我审计工作 实际执行情况的记录 什么记录 而且呢 是我 形成审计报告的基础 审计报告里是什么 是否不存在 你要明确的回答 哎呀 按照了 公寓反应了 就是不存在 除了什么之外 他按照了 公寓反应了 证明存在 但是不广泛 那么 我们不对这个财务报表 发表意见 就是证明 我的审计 审计范围受到 现在我没有 获取到重大事当的证据 这是第一个啊 这种总结归纳的东西 可能不是我们肚子里有的 不是我们脑海里有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它 第二个作用呢 请你注意 我们这个审计工作啊 是事务所去承接 委派项目组 到被审计单位 那么这个过程 事务所呢 会计是事务所呢 还有一个监督 监督 还有呢 事务所要委派 项目质量符合人 到这个项目组 这就是要监督项目组 还有呢 监督事务所 因为你的底稿 外部还要来 监督检查我的 事务所的底稿 所以也要监督我事务所 那么事务所呢 对项目进行监督 叫项目质量符合 就是相当于 事务所的一个制度设计 当然 项目质量符合 不是我们事务所想搞就搞 他专门有准则5102号 也就是在咱们教材的 21章第二节 去展开它 项目资料符合 我们对哪些业务 要进行项目资料符合 这是有资料管理要求的 第二呢 我们就想一想 一家事务所 审计一家公司 那事务所也是被监督的 被监督的对象 因为我们有监管机构 包括我们中助协 包括我们审计的业务 当中所在的 比如说 上市公司证监会 要监督我们事务所 在执行业务当中的 好 就监督会计事务所 你是不是按照 审计准则 征询情况 以及第三方来检查的 所以这个就是可用于这些 你要检查事务所的工作质量 怎么检查 总有一个载体吧 对 好 那个项目资料符合 老师刚才已经提示了 是在我们教材 21章第二节 还有呢 大家注意 我事务所作为一个法人 作为一个组织 我在提供 专业服务 或者我职业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被监督 我可能涉及到了 第三方的一个诉讼 那么大家注意 话说回来呢 就是诉说 可能是被 行业内部有监管 行业外部有监督 或者是诉讼 那么第一稿要拿来证明自己 提供证据 证明自己 我按照 我按照审计准则 这些道德首则 质量控制 质量管理 这个准则去做了 我没有过失 就可以起到一个辩护 和免责的一个作用 审计工作的一稿 是注册会计 是救命的到场 这个一旦成为被告 或者是行业内部的监管 你要把底稿拿出来 申辩 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过失 我没过失 对 好 就是这个三个作用 这三个作用 大家也是要注意归纳总结 要接受它 归纳总结 选择题 来考场们 丢分就亏了 底稿的编程末的呢 有主要的两个 其他的有六个 这个肯定也是要背的 你不背没办法 对吧 好 两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是记录 第二是证据 审计工作的记录 本身是审计过程的记录 过程的记录 记录什么呢 计划 你编的计划就是记录 你按照计划就做什么呢 做程序 程序执行的记录 也是记录 然后呢 你证据 然后你形成的结论 包括出局的报告 这就是我出局报告的基础 记录是报告的基础 第二证据 这个提供的证据不叫审计证据 就是我们一旦成被监管机构 你看被监管机构检查 或者是成为被告 那我都要申辩 我要把底稿拿出来 在每一个环节 我都是按相应的准则就做的 我没有过失 证明自己什么呢 无过失 对吧 如果你的底稿拿出来证明不了 那你就有责任 你拿出来证明自己无过失 就可以免责 好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记录 一个是证据 提供记录是形成出局报告的基础 提供证据呢 是证明自己无过失 或者是什么叫无过失呢 我已按照 这个规定执行的工作 就叫无过失 我未按照 那我就有过失 好 其他的目的呢 有六个 牛老师呢 就把这六个目的呢 相应的给你归纳了一下 是为了大家好记 因为我 审计工作理考是过程的记录 这个过程是有项目组 内部有外部 内部来讲 我首先有底稿吧 我要计划 我要执行工作 这是第一个 有助于我们去开展 第二个呢 我有指导监督符合 我内部 有助于我们有底稿 这个载体去开展 还有呢 有助于我说明 我执行审计的情况 对吧 通过底稿就知道 你的情况 这三个内容 特征于项目组内部 你尽量理解 还要记住它 那么项目组外部的呢 我们就这么想 第一个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 有些项目 你在事务所要委派 项目质量符合 项目质量符合 这个项目质量符合 六个字啊 是5102 是21章第二节 你是要搞项目质量符合的 好 还有呢 我这个底稿啊 不是为项目组内部 但是我 我未来 我连续审计 这个情况下 对未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外部 刚才说了 你成为被告 或者是成为 行业检查的对象 你要拿底稿来证明的 那这个主要目的两个 其他目的 主要目的两个啊 一个记录 一个证据 抓关键词 选择题呢 就是要你来判断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题目 例题啊 是2020年的考题 单选题 他问下列不属于 审计工作地稿的编制目的 咱们就要通过每做一个题 我们就要把这个考点拎出来 我们的目的呢 有两个主要 有六个其他 六个其他的老师给你分了 项目组内部有三个 就是有力 有开展工作的 项目组外部的有三个 这不是规定 是老师想办法 跟你归纳 总结好 理解 有个体系 那接下来的ABCD呢 他就可以天马行空 我们就不知道 哪一个是错的 一个一个的来判断 比如说A 有助于项目组 你就想一想 老师说项目组内部有三个 项目组的计划 审计单位提供证据 审计工作提告 是我们审计过程的记录 所有权属于事务所 所有权属于事务所 我们能够为自己辩护 但是被审计单位涉及诉讼 跟我们没关系 除非我们成为被告 或者成为监督检查的对象 我们要拿证据 证明自己无过失 所以这个题啊 他处理专家 真的是阴险狡猾 你如果没有画面 你就被他带到坑里去了 我ABC寻去假公司 我的底稿 怎么会为假公司 去提供辩护呢 想多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好 选项C 他说便于监督机构 对我们事务所实施监督检查 因为这是三个外部的 这是对的 还有项目组 还有三个内部 项目组 计划和执行工作 说明我执行的工作的情况 这肯定是的 所以做这种题呢 你没有必要刷一万个题 你就回到 审计工作地稿的编制目的 有主要的两个 一个记录 一个证据 证明我们 作者会计师已按照了 不是证明被审计单位 已按照了 对 还有三个内部的 三个外部的 你把这个知识考点 把这个知识点锁定为要考 考点 你再把它的内容锁定为 一个体系 比如说 两个主要 六个其他 六个其他 你项目组内部三个 项目组外部三个 你可以刷所有的提供了 对吧 好 第三个考点 本节的 就是审计工作地稿 你编制的目的 我知道了 那编制的要求 这也一定是一个考点 它也很严肃 你看到好简单吗 处理专家还喜欢考的 我不同的事务所 我审计不同的业务 我同一家事务所 我审计不同的业务 我的地稿不能五花八门 我不能说 我注册会计师行业 以及注册会计师的主管部门 都看不懂我的地稿 所以他就有一个原则要求 这个原则要求很严肃 他有什么要求呢 请看 应当使 使他们看得懂 是未曾接触该项 审计工作的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他们是谁 他们是没有参与我这个项目 但是呢 他是有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审计 被审计单位所在的行业的 这样的客户 他有经验 而且他是专业人士 话说回来 这个审计工作的一个 不需要全国人民看得懂 对吧 他也不是需要领导 看得懂 他是所指要让 这帮牛人看得懂 什么牛 老牛 未曾接触这个项目 但是他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他看得懂 我们的程序证据结论 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该做什么程序 他看得出来 然后我做这个程序 应该得到这个相关的证据 根据这个证据形成了结论 程序证据结论 当然以及在这个结论 有的结论是说服性的 包括我们审计会计估计 我们是推断的 包括我们抽样 我们是推断的 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职业判断 这个考点 你理解 你还要记关键词 当然我们说了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这个人 这个牛人是谁呢 什么叫有经验的呢 首先 他对我们审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很熟悉 第二 他知道我们的审计过程是风险导向 先要了解 然后识别 评估 应对 形成结论 出报告 这就是我们的过程 同时呢 大家要注意 这个就够了吗 不够 因为你审计的是哪一家公司呢 比如说 ABC事务所 你审计的是哪一家公司 你审计的是中国工商银行 他就有行业了 他虽然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 他对于我们中国境内的 金融机构 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他所处的经营环境 ABC事务单位所处的经营环境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行业的 第二个行业外部的 对吧 好 这是大家要理解 当然理解了 你记不住也是没有用的 第三 如果我审计的是 比如说 我审计的 比如说比亚迪 蔚来 小鹏 特斯拉 这些行业有什么 所处行业 他的会计审计问题 比如说 2023年 特斯拉降价 那么我们中国境内的 汽车行业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 紧接着比亚迪 什么什么车型 降价 那么这个 假如说你要审计 电动车行业的比亚迪 那么他哪些车型 在12月31号 还没有卖出去 你就想一想 他是不是有 叠价呢 或者是说 存货的叠价准备呢 等等 那就要回到 所处的外部 经营环境有内外 行业的 有行业的 这个形式 他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会计审计问题 他有共性 你在这个共性当中 他在找你 这个单位的具体情况 你这个 被审计单位的情况 跟你的行业的 大趋势分不开 对吧 是这样的 这个内容很宏观 老师呢 教大家方法 我从两个层面 第一个 就是说 审计的过程 和这个准则法规 第二 就要搜集到 被审计单位 所处的 内外部环境 和行业的情况 这是宏观 这是微观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有经验的 专业人是厉害吧 他既懂专业 你看神迹的 他还要懂行业 他既要懂 这个所在行业的内部 还知道外部 同时他也要知道 被审计单位 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情况 说来说去 其实是为了你理解 那么专业人士 我们怎么来判断 或者他要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才是专业人士 好 总的来讲 你老师讲解的目的 两个 第一个 这里要考 第二个 教你理解 你怎么去记 记忆 好 本节的第四个考点 是 最难的 现在开始广播了 最难的考点 审计工作 底稿的性质 不知道他是说什么的 这个什么叫性质 对吧 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 第一 形式 这就是他的一个性质 性质的第一点 形式 那审计工作底稿 是审计过程的记录 是审计证据的载体 他有哪些形式呢 各位 纸质 电子 或其他介质 原文 原文掌握 我们不用去自己 改他的表达方式 纸质 邓号 电子 或其他介质 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 第一个是他的性质 因为审计工作底稿 是证据的载体 我有的时候观察 观察这个程序得到了证据 我可能是拍了一个东西 就是介质的 知道吗 当然我如果是检查 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文件记录 有纸质的 有电子版的 所以我的这个底稿的形式 跟我的程序 和我审计的对应相有关 总之 审计工作底稿的形式 可以以 纸质 电子 或其他介质 那么电子 或其他介质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叫非纸质 这个叫纸质 纸质是A 这个是A的一撇 理解 期末第一次搞清楚 第二个 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 第二个控制 程序 我审计工作底稿要管理 所谓管理 你怎么管理 我要设计政策和程序 我对底稿进行设计和控制 我的目的 这个是百分之百 要背 你不背 打死你都说不出来 你想到一个知识点 打死你都说不出来 那你怎么办 那我不想你打死我 对吧 不想我打死你吧 你去背背 那么审计工作底稿是过程的记录 所以你是怎么形成的 编制底稿 不论是什么底稿 你要记录 你都要深层底稿 有的是编制底稿 有的底稿 我就是拍了一个视频 他没有编 所以我们不叫编制 叫深层 就是我拍了 我在键盘的时候 我拍一个场景 是底稿 是非指制而已 对吧 所以我们就弄同一点深层 你深层的底稿 行程的底稿 我就要符合 有深层就要符合 还有你底稿要修改 修改的我也有符合 所以从底稿的 他怎么来的 他的生命的过程 有三种 第一 深层修改符合 有深层的人和时间 修改的人时间 还加理由 符合的人时间 所以底稿的 这个怎么来的 他一定要有人缘和时间 我说了 打死你都说不出来 你就要背下来 你就不要被打死 你说不背下来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而且这些都是 神经准轴的语言 很权威 第二个 就是说 我底稿是在项目组内部形成 我要在事务所保存 我有项目组内部 有项目组外部 所以从项目组内部来讲 你项目组成员要共享 共享和传递 那么我要保证 信息的完整 安全 背下来 第三 审计工作地区 还有 你形成了 以后还有两个事情 能不能修改 能不能接触 修改要授权 接触要授权 但是项目组内部接触 抵稿 那肯定不要授权 项目组内部 你不给我接触抵稿 我怎么查 我怎么做 怎么开展工作呢 允许项目组 和其他 经授权的 就其他的人员要授权 项目组内部的 我去拿一个抵稿 还授权 那我工作太繁杂了 我自己给自己过不去 是不是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授权 接触抵稿 就是 非项目组的 你要接触抵稿 要进授权 这个四个控制 那你无条件掌握 好 接下来 看第二个题目 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针对 抵稿设计和实施控制 这是一个场景 谈的是抵稿的控制 那下列各项中 通常不属于 控制的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 控制的目的 有四个 刚才讲 一二三四 那我们不知道 哪一句话是说错了 我们来看 第一 神力工作地稿 要显示其深层修改 符合的时间和耐使 没问题 选项比允许 项目组以外的 经授权的人员 为适当履职 比如说项目质量 符合人员 他是素素委派的 他是被授权的 他可以接触 没毛病 因为我一共有四种 有四种 甲金庄 你对刚才的 实施控制的目的 有四种 你真的掌握了 没有被打死 对吧 所以你这个题就简单了 第三 防止在抵稿归党后 神力工作抵稿归党后 未经授权 删除 你知道吗 这里有个陷阱 归党后是不能删除的 你以为授权就能删除吗 不能删除 神力工作抵稿归党后 不能删除任何性质的 那么能不能增压呢 删除是不对的 选项定 在所有阶段 保护信息的安全完整 因为你在项目组 开展的过程当中 要分享 要传递 那么我要 还有呢 哪怕是行业监管机构来审查 我调用抵稿来证明 我也要保证它的安全和完整 所以选项C呢 它在有一个跨节 就是说 我审计工作抵稿在 归党期内 归党期后 归党期内呢 我可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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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的 归党期任何性质的抵稿 但这可以修改和增加 这太严肃了 这个问题 好 那么大家注意啊 2023年我们教材不是有一个删除吗 删除什么呢 对抵稿的这个转换和保存的重复的内容 所以现在啊 随着这个信息技术 对我们被实际单位 对诉所的影响呢 我们审计工作抵稿有一个管理 大家就要知道 叫数字化管理 你也知道数字化 数字化经济 数字化管理 反正你跟着说呗 数字化转型 升级必然带来我的抵稿的数字化 这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住的管理是要合理评估 与抵稿数字化相关的风险 并采取相应的控制 好 这句话没任何毛病 很时髦 对 第四 电子和或其他介质抵稿 我们可以理解为非子制 转换 我们为了便于事物所内部 进行质量管理 和外部检查 我非子制的 应当于其他子制的 一并归档 归档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对非子制 抵稿 应能通过打印等方式 转换成 子制 就是说非子制要转化成子制 对吧 现在我们来看底稿的性质第五个点 就是内容 包括哪些 总的来讲是过程的记录 我们前面讲了 审计工资底稿是 助手会计师制定的审计计划 有吧 然后实施的程序 有吧 得到的证据 有吧 形成的结论 的所有记录 对吧 这是底稿的定义 那么它有哪些内容呢 就是过程吗 这两个就是计划 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审计计划 当然这个内容 在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可以温故 然后做的程序 分析表 问题 备忘录 重大事项概要 我们可以理解为程序 行政还回函声明 和对表程序 我获取的信息 也是证据 业务约定书 管理件书等 这也是证据 还有我的结论 对吧 那么哪些不属于呢 大家注意 什么草稿 你只要看到草稿 两个字 反映不全面 错误的 错误的 作废的 重复的 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不能行政地告 什么草稿 错误的 作废的 重复的 你一看 就知道不是地告 反映不全的 初步的思考的 不是最终的一个结论的 不是地告 它是初步 初步思考的记录啊 对 包括哪些 不包括哪些 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六章第二节 它的标题有点长 它叫 审计公众地告的 格式要素和范围 在这里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 我在设计地告 或者我在确定 审计公众地告的 格式要素和范围的时候 我要考虑哪些因素 这个考点呢 是审计准则的原文 它非常的强势 你除了被 没有第二个办法 知道吗 它是审计准则的原文 七个要素 考虑七个要素 如果要考 就是等于中枢学爸爸送分 那送分的 我们一定 发福利 我们一定要 七个要素 没有别的 好 哪七个要素呢 你要想办法 你尽可能的理解 你全部靠使劲应备 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情 不可能 好 比如说我审计 被审计单位甲公司 你想一想 如果被审计单位甲公司 是周会压 和被审计单位甲公司 是特斯拉 肯定不一样 对吧 你的甲公司是周会压 还是甲公司是特斯拉 你觉得哪一个公司的规模 和复杂一些 所以没有比较就没伤害 我不同 我被审计单位的规模 和复杂程度 决定我的工作地稿的范围 要素 格式 略有不同 好 你实施的程序的性质 什么程序 我有风险评模程序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我有控制测试 我有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有细节测试 对吧 我细节测试当中 这里说寒证 那寒证长成什么样呢 它有一个寻证模板 底稿 重获的键盘 键盘是怎么弄呢 那它的底稿 就有一个过程 首先我要拿到 被审计单位的盘点计划 我自己要编 键盘计划 这都是底稿 然后呢 它盘点我要观察 然后盘点有记录 我在它的盘点记录 取得它的记录 我还自行抽查 所以它的内容就多 这是程序 第三呢 我识别的高风险的地方 我就要应对 风险导向嘛 我评估的风险就是低高 我怎么去应对 这评估的风险 也是低高 好 我已获取的证据的重要程度 第五个呢 是例外事项 这是6.3 有一个特质 我对例外事项 例外事项 这四个字根本就跟我们平时生活想的不一样 待会会展开 对例外事项是什么 我们怎么就做程序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第六 就是说在审计过程当中 我可能 获取这个证据 不容易形成结论 那么这样的 我咨询了 最后的结论形成了没有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最后一个就是 我审计方法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我使用了计算机辅助 审计技术 大数据分析 审计筹压 对吧 甚至我在审计过程当中 我还使用了无人机 对吧 无人机 这也是我审计当中 我利用了专家 所以这七点除了被 没有第二个方法 请注意 比如说2020年 请看 他说在确定 审计工作历稿的要素范围 时通常要考虑的 因素当中 无需考虑的 我们知道要考虑七个 对吧 比如说例外事项 我们刚才讲了 要考虑方法 我要考虑 证据重不重要 我要考虑 审计程序的范围呢 不考虑 因为我们 审计程序的范围 我本来就是确定它们 你知道考不考虑 你再温顾一下 你不能说 我一看就懂了 一懂了就记住了 不可能 这个大家注意 很正常 本来对谁来看它 都很抽象 好 第六章第二节 还有一个考虑 那你刚才说的 要设计底稿 你设计底稿的什么 格式要素 那底稿哪些要素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来讲 有八个要素 那么我们既然是考CPA的审计 那底稿呢 无论是什么环节形成的 我们就跑丁几流 跑丁几流 它就有八个要素 第一个呢 标题 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下 这审计公司地稿的标题 它这个说法呢 我们要翻译一下 审计公司地稿的标题是什么 第一个要素是标题 那你说第一个要素的标题是什么 我带着大家来看 标题是这样的 请看这一张地稿 是我对应酬账管做实质性程序 那它的标题是什么呢 就是甲公司 一句话 2022年12月31日的报表日 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日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实质性程序 这就是标题 你看什么叫标题呢 审计公司地稿八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标题 也许这个问题 考试真的不考 但是我到了事务所 那我就得填底稿 我的底稿 不论是什么环节的 它要长得有模有样 它一定要有一个标题 或者叫这个底稿的主题 什么标题 你不能说叫应收账款 是哪一家公司的 甲公司的 哪一年呢 12月31号 2022年 这三个点就是标题 甲公司 或者你这样说 2022年截止到 2022年12月31日的报表日 甲公司的应收账款 针对这个应收账款做的实质应程序 这就叫标题 或者叫主题 或者叫topic sentence 对吧 主题是什么 好翻译的 这标题 第二 第二个要素 叫审计过程记录 那当然是重点 对于实质 应收账款的实质应程序 我的审计过程记录 那这个 你做哪些程序 对吧 那这个问题呢 实质应程序不是一个程序 它有分析程序 有寒证 有我们账面的 这个寒证的替代程序 还有呢 对这个应收账款的期末的 坏账准备 好 这个问题呢 在第九章第五节 有哪些程序呢 我不是一个程序 对吧 好 这是第三 结论 当我们就审计应收账款 期末 这个存在认定 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讲了 我应收账款 账面多少 二百万 我认为你里面有高乎 三点 四一九二 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二万 那由于呢 它小于可容忍的四万 可容忍错报四万 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存在重大错报 我根据样本的错报推断总体呢 错报的上限是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二万 小于多少呢 小于可容忍错报四万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应收账款 经过我韩正 在韩正程序当中 我采用了货币单元抽样 我以样本的错报 推断总体的错报 是小于可容忍 我认为总体不存在重大错报 这就是什么结论 你的结论还要跟着你审计的方法 你是韩正 而且你采用了货币单元抽样 你怎么推倒总体的错报的上限的呢 这是结论 第三呢 审计标识及说明 第四 第五呢 索引号和编号 因为我们是底稿啊 它是归档的 所以在不同的环节 我的底稿是有编码的 索引号 这个索引号大家看啊 ZD是什么意思呢 是实质性程序当中 Z呢 是资产 资产负债表第四个项目 就是应酬账款 它有一个 有一个编码 Z就是资产 D就是资产负债表 左边 第四个项目 好 那么有的单位来 可能是第五个项目 这无所谓 就是举例嘛 六和七 大家要注意 审计的工作底稿 是审计过程的记录 那么我对应酬账款 实质性程序 是谁负责呢 张三 那有人 做这个程序 就要编辑稿 那就有另一个人 更有经验的 来复合 编制呢 是一月一号 复合呢 肯定时间要在后面一点 一月四号 只是有一个逻辑关系 具体的时间 不一定是规定说 一月四号复合 一月一号编制 这只是跟你打个比方 还有呢 其他的思想 总之呢 八个要素 你想办法去熟悉它 好 低稿的标题 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通过这个例子 低稿的标题是什么 甲公司 2022年12月31号 报表日 应收账款 这就是标题 对吧 这标题跟你讲了 位置单位的名称 甲公司 项目呢 就是应收账款 什么时间呢 2022年 12月31号 这三个应收 决定它的标题 刚才老师也给大家讲了 这个应收账款 对吧 好 过程的记录 其中 记什么呢 记你对什么事项 做了什么程序 得到什么证据 对吧 你肯定过程是记 你审计的这个项目是什么 然后呢 是什么认定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程序 或者你得到了什么证据 无非就是这个点 所以 其中我记录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证据指向什么认定 指向什么程序 要有唯一性 或者是说要有识别特征 或者我就追缩它 根据这个证据 我就找了到它做的程序 可以追溯到你审计的过程 好 比如说 什么叫识别特征呢 是我被测试的项目 或事项表现出来的真相和标志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审计截止 假公司12月31号 某一笔收入 有没有提前入账 我要我要为了证明这个收入 有没有提前入账 所谓提前入账 有没有 那就证明它已入账了 已入账 你就傻傻的想 那它有没有发票呢 那肯定有发票 那么有发票 它就能入账吗 那根据我销售收入确认的试点 我要看合同协议 它要有发票 但是它有没有客户签收单呢 根据我销售我合同的条款 它就是这样的 客户签收 这个收入就可以入账 那我要去审计这个问题 我的审计证据当中 是不是要有发票 和签收单呢 已入账了 有没有提前的 我就看签收单和发票 看签收单看什么呢 那你想一想 签收单发票 它有签收单有编号 发票有编号 所以你无论是审计销售 发票或者是采购发票 它都有编号 这个编号是有唯一性的 这就叫它的识别特征 所以识别特征 是它的真相和标志 因为我们做审计 你得到的这个 审计工作底稿 是过程的记录 它是审计证据的载体 它载什么呢 它载某一个项目 哪一个认定 我根据这个项目的这个认定 我就设计程序得到的证据 对吧 好 那么记录审计工作底稿的 这个识别特征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能够实现多种目的 第一个 我可以是谁的职责 这个底稿是谁记的 然后呢 我有问题 我怎么去调查 以及外部的符合 我能够找到 追根溯源 找到它的这个程序 我一信 就是不能说你的识别特征 有几个 那我一定要追到那个原点 起点 原产地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教材你也举例了 比如说你要查发 你审计过程当中 你要去涉及到 无论是销售发票 或者是卖方发票 还是你供应商的发票呢 还是你开给供应商的发票 发票都有编号 订购单 合同 我们都知道 有日期有编号 无论是订购单还是合同 还有的特征呢 就是超过多少多少的 我都要省计 这也是金额的特征 还有系统选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起点 有选样间隔 我的起点是多少 选样间隔多少 按照这个 就能够找到我选的样本 对吧 那我就知道来源 起点 间隔 如果询问呢 我就要问 什么时间问的 问的谁 它是什么岗位 观察呢 我就要看 观察了什么 过程是什么样的 地点时间 被观察的人员 和它的责任 所以这个识别特征 要看我的项目 以及我做了什么程序 所以这个呢 要理解 根据我的项目 我检查发票 那我要识别特征 我要记录 假定我检查了发票 我就要记录发票的编号 这个发票的编号 就是唯一性的 可以追踪的 第二呢 订单 我就要在底稿里 记录它的日期和编号 如果是我对 超过多少的金额 那我就要 就要记录 我的程序的范围 和总体 我从哪里选多少 如果我是系统选样 也叫等距离选样 我就是总体是多少 我的起点是多少 间隔是多少 好 如果是询问 或者是观察 我就要看时间 人物 地点 职责 这个不能穷举 只能列举 对吧 神经工作地稿 我要记的是重大事项 何为重大事项 请注意 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 大家注意 整个教材只有三种 第一 十三章第一节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舞弊 舞弊风险就是特别风险 咱们要不断的往后面学习 不断的归道总结 第二个呢 就是管理层凝驾 凝驾于控制之上 那么这个就是特别风险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十七章第二节的 超出正常的重大的 关联方交易 就是特别风险 那我神经工作地稿 对这些特别风险呢 我肯定要记录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舞弊风险呢 不见得就叫舞弊风险 那么在第九章销售收入 收入确认 可能收入有舞弊风险 第十章采购 采购可能有舞弊风险 十一章的存货 可能有舞弊风险 十二章的货币资金 有舞弊风险 那么这些内容呢 都和十三章第一节的 舞弊风险遥相呼应 这个内容也是2023年了 我们教材呢 加了 举例 总之呢 什么叫重大事项呢 你现在从一个 审计的外部来看审计 你审计的底稿 记得重大事项是什么 你提问呢 重大事项的第一个 就是特别风险 那么第二 就是你做的程序 以及你得出的结论 你对哪些做的程序 得出什么结论 你这个过程 当然是重大的 我要反映我的证据的来源 第三 我难以实施程序的情形 比如说我审计范围 受到的限制 什么限制 包括我们 对重要的应收账款 我要含证 管理层要求不 我认为管理层呢 不诚信 那么这个替代程序 又做不了 那就是 那这个对我的结论有影响 我当然要记录 对吧 第四 非无的 除了非无的以外呢 还有强调的 持续经营 存在重大不确定的 也包括什么 关键审计事项的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十九章第四节 十九章第五节的非无 十九章第四节的 关键审计事项 我肯定要记 公众地告 十九章第六节的 强调事项或其他事项 十七章 第三节的 持续经营 存在重大不确定事项 有哪些 导致持续经营能力的 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应对 根据管理层的应对 我觉得 不能改变 所以还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这都是 我们要写在 审计报告当中的 肯定是重要的 这个第四个方面 就是 形成结论 写到报告的事项 好 处理不一致的情况呢 我们要针对不一致的 我是怎么做程序 包括咨询 咨询 然后最终形成的结论 形成结论了没有 这个问题呢 包括我们十五章 第二节 利用专家的工作 最后我对 形成的结论不满意 不巧当 我评价专家的工作 不巧当 我怎么办 那可能是 试审计范围 收拾限制了 对 好 结论 得出了结论 对吧 我做程序 就要得出结论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这个结论 还不一定是最终的 我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 我说预期有效 这是一个结论 我控制测试 请注意 控制测试 我控制测试 我了解内控预期有效 我是要做控制测试的 控制测试的结果说 真的有效 这是一个结论 或者是说 没有预期的那么有效 也是一个结论 接下来我要做实质性程序 当然它包括细节测试 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么我少做什么程序 得出什么结论 这个结论不见得是 最终的一个 它是过程当中的 所以他说 我的结论呢 是根据程序得到的证据 最终到了18章和19章 是否存在重大测试 这个未跟真的测试 存在重不重大 对吧 或者是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对 就一直要到19章 好 我的底稿 是不是足以形成结论 意味着我审计范围 是不是受到限制 这个结论就要到 从这个证据的过程 就到18章和19章 刚才我们提到的底稿 有标识说明 编号 还有了编制人 张三 符合人 编制人张三 符合人理事 它有时间的关系 对吧 对 编制人要写什么呢 你做了什么项目 你的检查的程序 比如说发票 订单 对吧 是谁执行的时间 是谁符合的时间 你符合的哪些 你不见得都符合 比如说项目组内部呢 每一张底稿 都有人符合 但是项目活活人呢 不是每一张底稿 都符合 它主要是对重大的事项 重大的判断 以及形成的结论符合 对吧 项目活活人 也要符合底稿 但是它符合的底稿的范围 不是每一张底稿 对 好 那么 底稿的符合 也要记录 大家看啊 每一张底稿 都要写 谁符合的 什么时间 要注明 谁执行的 什么人 什么时间 谁符合的 什么人 什么时间 但是呢 这个底稿是这样的 每一张底稿 和每一页底稿 是不同的 这一张底稿 就是一个事项 可能有几页纸 我们说 若干页底稿 是记一个事情 因为它内容比较多 所以比如说 我们审计抽样 抽样 我们搞抽样 控制测试或细节测试 我样本设计 要记吧 我选取样本 我审查样本 根据样本的结果 我怎么推断总体 这个底稿就一张子搞不下 那么一张子搞不下 我们就是要编页嘛 那么我的底稿呢 记这个内容啊 不是说哎 我的只有一个索引号 我是在第一页 记页嘛 这个大家应该懂 就是我一个 或者是我检讨书 或者是我的申请书 我写在电脑里 一页子搞不下 我几页子 但是我是一个事情 那就是一张底稿 不是一页子 就是一个底稿啊 好的 那么第六章 第一节 审计工作地稿的概述 有五个考点 第二节 审计工作地稿的格式 要授内容 要授范围 两个考点 都比较抽象 也是 希望大家来 也是要文部的